近年吹起戶外休闲运动风潮 22号立法院总质询 国民党部分区立委林倩奇 分享自身经历 也从中探讨行人交通争议 在环岛一号线的台11线 也就是我们海岸阿美的这条路 你也可以看到自行车道的路幅 我如果骑上去一定是被压扁 或者是基本上没办法骑 自行车道空间不足 骑士只能骑上快车道 现象缓身 而交通也牵动地方发展 但发展的同时也必须兼顾 部落交通安全 不让道路成为民众在外的生存游戏 我们是不是第一可以确认 部落村落公路之人的人车 共用或分道 那并计算动力车跟徒步的路幅 包括省道 事实上你在走很多省道的人行道不够 所以我们公路局现在也用 永续提升行人计划140亿 现在在这个省道里面 这个人可能比较会走的地方优先来做 另外林倩奇也要求要建置部落内外道路安全系统 尤其是临近东海岸中央山美的部落 期盼规划大自然间的人车分道 落实用路安全和自然和谐的交通 绝对新闻给我们提供罗安理发院采访报道 我们就说到这些人的交通 我现在已经交通了 我们现在帮助我们